欢迎继续收听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尹,Boss别乱来 演播林小白,笑亭书生,七月可击,道明,乔以尔 我是主播七月可击 在剧中饰演罗之音,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请记得订阅,分享和关注哦 第110集 关头,你不打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什么人吗 坐在包房里的一位帅哥开始起哄了 大伙自然也跟着闹腾起来 对呀,如此美丽的妹妹,快点给兄弟们介绍一下呀 关镇笑容满面地站起来,将乔温和拽到自己的身边 正准备说是他心爱的女人的时候 乔温和轻轻一个侧头 正瞪着大大的眼睛警告着他 这时立马变了话语 他是我妹子,不过非亲生的 非亲生的,这就把我们搞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刚才起哄的那男人抓着头皮说 我说陈叔,你怎么那么笨 人家都说了不是亲生的,肯定是情人啊 陈叔立马反应过来了,笑着应了声 随即用暗昧的目光打量着乔温和 笑得嘴都喝不拢了 他放肆地笑着,包房里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了 乔温和不愿意被他们当成一个笑话 立马解释道 你们不要想多了呀 臭咸蛋他说,我们是比亲生兄妹还要亲的兄妹呢 大伙听到了臭咸蛋三个字之后 立马全部震住了 很快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乔温和无语地摇着头 把目光扫视到了关镇的身上 他正一副看戏不怕抬高的模样笑着 看懂了乔温和的眼神之后 立马说着 好了,不要闹了 这生日还能不能好好过了 包房内终于安静下来了 大伙聚在一起唱着生日祝福歌 这会儿乔温和的手机有电话进来 他拿出来手机看了一眼 是芙蓉智打来的 快速地给掐断了 一会儿后 他的来电再次打入 乔温和思考了两秒 悄然无声地走出了包房 寻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 划下了接听见 你去什么地方 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芙蓉智有点不高兴地问着 今天是我朋友生日啊 哪位朋友啊 他思考了一下 小声地回答 哦,关镇 电话内传来了沉默 乔温和看他都不出声了 说道 那没什么事我先挂牢 几点回家 生日会结束以后回家 他果断地把电话掐断线了 芙蓉智头一回被乔温和先掐断线 本来就不舒服的心越发地糟糕起来 他郁闷地把手机朝着沙发上甩去 双手还胸 坐立不安 我为什么会这样 他来到阳台上 眺望着黑暗中的点点繁星 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那么在乎 乔温和和别的男人靠近呢 不会是 他帅气地脸颊皱成了一团 不会的 怎么可能会呢 一个劲地摇着脑袋 他看着一闪一闪的星星 有点底气不足地说 乔温和 我真的爱上你了吗 回到房间拿起了一件西装 他离开了福家老宅 坐在车里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出来喝酒 依旧是新飞扬 依旧是总统套房 芙蓉智比打电话约的人早到了一会儿 包房内五颜六色的灯光本来是温暖的 折射在他寒意浓浓的脸上 一下变得寒冷下来了 他独自在这里喝着闷酒 一连喝了五杯之后 乔温和戴宇阳终于来到了 哟 今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来啊 你女人呢 乔温一脸好奇地靠着他坐下 截着身上的外套 芙蓉智一声不吭 一个劲地喝着酒 他如此异常的举动 成功地获得两位好兄弟的高度重视 戴宇阳试探性地问着 出什么事了 两人吵架了 他依旧不应 一风叹息起来 想必是真的吵架了 两个人都实相地不再追问了 每人拿起了一个杯子陪着他喝酒 酒一直都是解忧的好东西 不过往往都是越解越愁的 容上 究竟出什么事了 你不要只知道喝酒啊 和咱哥俩诉诉心事啊 一风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满是担心 都好久没有看到芙蓉智如此沉默不语了 按照一风对他的了解 除了他心情非常郁闷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不会的 对呀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和我们兄弟说说 只要把事情说出来 我们兄弟才知道如何帮你出主意啊 戴宇阳认同 芙蓉智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缓缓地出声 我女人出轨了 什么 出轨 一风刚刚喝进嘴里的一杯酒喷洒出来 他惊讶地张大嘴巴 不可思议地问着 你确定乔温和是出去找男人了 戴宇阳更是惊讶 他微微地凑过头来问着 不愧是你无法满足他吧 才会 胡说八道 芙蓉智大眼狠狠地瞪着他们 是心灵出轨的那种 靠 本来同时惊讶的两个 这回又同样地泄气了 原本还担心着是肉体上的出轨呢 他这段时间和一个男性朋友走得很亲近 芙蓉智看着酒杯 眼底流露出满满的无奈 一风不解地紧促眉心 容少 你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叫你不要和他在一起 不可以爱上那种女人 你才从欧阳路的阴影里走出来 为什么非要再往一个火坑里跳呢 你不懂 芙蓉智抬起头来说着 我真的是很爱他的 你为什么会爱他 一风一脸紧张的模样 他不过是你们福家领养的一个女人 你为什么会被他所迷惑了 但是我真的是爱上了呀 他不想再掩饰自己的一颗真心 爱都爱了 又怎么会怕说出来呢 戴宇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呀 瞧瞧你这有钱人的思想 为什么明明喜欢人家 就是不愿意向人家表白呢 芙蓉智冷静下来了 也许是在默许了戴宇阳的话 咋了咋了容少 你是真的爱上乔文和了 一风痛苦地抓着头皮 他一句话都没有解释 头脑里一片空白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好像觉得无论说什么都没有用 他和那个男人怎么认识的 亲近多长时间了 一风冷静下来问 痛苦归痛苦啊 见到好兄弟的心情这么郁闷 真的无法说出指责的话来了 从小就认识了 芙蓉智说着 啊 不会是那种青梅竹马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两个人可是有感情基础的呀 戴宇阳喳呼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李小白 笑亭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期 在剧中饰演 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第111集 容少 这下子可有些麻烦了 一风叹息着 如果是刚认识的人还好说 但是从小就认识 从小就打下来的感情基础 哪怕是兄弟再有心想帮你 那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啊 不必了 芙蓉智冷酷地硬着 接下来 无论一风和戴宇阳说了什么话 他都通通冲耳不闻 一个劲地只顾着喝酒 望着芙蓉智一脸痛苦的表情 戴宇阳一把抢走了 他手中的酒杯 一脸严肃地看着他问 容少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说 他有点醉地硬着 你知道生命成可贵 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吗 爱情价更高 芙蓉智几乎是想都没有想一下 就说了 不对 戴宇阳拍了拍他的肩头 兄弟 你这个答案是多少年前的了 最近流行的是 只要爱了 就必须强行占有 一风哈哈大笑起来 戴宇阳真没有浪费 全S市最风流公子哥的称号啊 只要是他嘴里吐出来的话 几乎都可以把人煽情到死去 芙蓉智最后的结束是醉倒了 醉得晕睡过去 一风和戴宇阳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两个人不停地叹息着 现在如何是好啊 我们把他送老宅吧 戴宇阳有点困了 打着哈欠问着 一风没心紧促 不要送 打乔安和的电话 让他来接人 你打 当然不是 你打 怎么是我打呢 我又没有夸过他 当然是你打呀 难不成你准备让我这个 看得很不爽的人打给他 戴宇阳把芙蓉智的手机掏出来 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 找出了乔温和的电话号码 直接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就被接听了 喂 大早 我是戴宇阳 哦 什么事啊 乔温和正了一下 容少科多了 你赶紧过来把他带回家吧 老地方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乔温和的身影出现在了新飞扬 他把总统包房的门推开了 被包房内强烈的酒味 呛得眼睛都瑟瑟的 哎呀 他为什么会最能这样啊 乔风高深莫测地看着他 这就要问问你咯 啊 问我 为什么要问我 乔温和满脸的惊讶 乔风好想质问乔温和 是不是感情出轨了 让戴宇阳赶紧阻止了 乔温和 我劝你以后做事前 先想想你男朋友的感受 懂了吧 这已经不是乔风 第一次联名待姓的 叫乔温和了 他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嘲讽地说 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 他的感受了 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我在他的心里 没有半点的地位 乔风啊 你又不是第一天 认识我和芙蓉智 难道你会不清楚吗 尖锐的问题叫乔风 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半夜的时候 芙蓉智几次把被子 给踢到地上 乔温和都连续帮他 盖了几次被子 看着他睡着的帅脸 乔温和盯着看了 好久好久 他缓缓地弯下腰 坐在沙发边上 回忆着乔风说的那些话 嘴角扬起了 一抹嘲讽的笑容 哎呀 或许大家 都觉得你非常的在意我 就像现在醉得不省人事了 可个呢 都觉得是我害的 如此的委屈啊 简直比与妈处处为难我 还要难受千百倍啊 四日一早 芙蓉智从最梦中醒来 乔温和和平时差不多 只字不提昨天夜里的事情 更不会提起义风所说的话 他爬起来走进了浴室里去洗漱 把自己的容颜整理好之后 在乔温和的手上接过了西装 管阵心里一直喜欢着你吧 离开前 他平静地问了句 乔温和风情云淡地盯着他 问 你怎么会觉得他是喜欢我的呢 难道你认为 像我这种一直没有交过男朋友的人 又这么老了 他的心里会一直喜欢着我 为什么不呢 也许你自己不清楚 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但并不是男人也看不到啊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 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抵挡不住的 乔温和哈哈大笑 完美地问着 那其中也包括你吗 芙蓉智沉默不语 他把西装往肩膀上一搭 静止朝着楼下走去了 乔温和站在阳台上 盯着他走出去的身影 目送着他的车逐渐地变小 这才缓缓地把失落的心收起来了 眼看就要圣诞节了 芙蓉智居然出奇地 对乔温和搞了一次浪漫 他在平安夜的早上 把一个包装得非常精致的礼盒 送到了他的眼前 这是 乔温和不解地问着 压根没有接过来的意思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脸 送给我的礼物 是的 芙蓉智点着头 乔温和惊讶地接过来 把礼物一点点地拆开 里面是一个经营剔透的 做工精细的新款玉镯 不是开玩笑吧 送我 乔温和一脸惊讶 搞不懂他的用心 芙蓉智笑了一下 嗯 他把玉镯接过来 我替你把镯子戴上吧 他抬起乔温和的左手 接着将玉镯戴上了他的手腕 乔温和内心暖暖的 失落了好些天了 今天难得找到了一点安慰 谢谢你啊 太前外了吧 芙蓉智用了点力 才将玉镯戴进去了 乔温和抬起手摇了摇 随心地道 嗯 似乎这个镯子有点小 庆幸的是刚好能戴进去 至于大小尺寸是可以忽略掉 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送礼物给我啊 他一脸疑惑地问着 圣诞礼物啊 哦 我都是成年人了 有没有礼物啊 无所谓的 他心口不一地笑着 内心甭提多开心了 明天我带你出去 再说给你听 送你玉镯的理由 可以吗 乔温和正了正 说 哦 不会是送的这个玉镯 还有什么故事的吧 芙蓉智笑着说 明天你会得到想要的答案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孝婷书生 七月可击 道明 乔宜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击 在剧中饰演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第112集 由于芙蓉智的这话 乔温和恨不得马上就到明天 简直就是从未有过的期待啊 不过生活的路就是这样的崎岖不平 四日中午 他所有的期待都化为了泡影 想着晚上要和芙蓉智一块出去约会 吃过午饭后 他特意出去 想着给自己买一身漂亮的新衣服 今天晚上要过一个长这么大以来 从来没有过过的美好圣诞节 就在他走出了福家老宅不到五十米的位置 碰见了欧阳路 那会儿欧阳路并不想与他吵嘴 就当他透明地从乔温和身边经过 只是踩走三步就猛地回过头来 欧阳路倒回来 再次来到他的身边 望着他手腕上的玉琢问 这是从哪里搞来的 乔温和不想应他 何况他也觉得没必要告诉他呀 乔温和大不留心地朝着前面走去 欧阳路大叫道 是福荣芝送给你的吧 乔温和转了一下头 应 关你什么事 欧阳路猛地哈哈大笑 小的乔温和脸都皱成一团了 心烦不安 这怎么就不关我的事了呢 这玉琢和我的关系大着呢 他来到了乔温和的身边 注视着乔温和的手腕 认真地瞧了瞧 肯定地说 这只玉琢是荣芝准备送给我的 只是那天晚上 他和你发生了关系 而后来我也出国了 自然就一直没有送出去 你胡说 乔温和冷酷地把手抽离 他觉得福荣芝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不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来 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大可以去找荣芝求证一番 不然我怎么会如此清楚呢 你现在可以去找他问问 乔温和一言不发 但不代表着他不渴望知道真相 那会儿他才清楚地告诉过我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拥有这只玉琢 欧阳露无奈地谈息 都怪我自己没有把握好机会 是让他恨了我这几年 不然啊 这玉琢早就戴在我的手上了 见到乔温和的脸色越来越白了 欧阳露内心出现了 从未有过的开心 怪不得昨天福荣芝 帮他戴玉琢的时候那么用力 他还感觉到了一丝丝的疼 想不到这礼物压根 就不是为他准备的 他不过是当了欧阳露的替身 乔温和痛苦地弯下腰 双手用力地环抱着自己 但是依旧没办法压制住 从心而发的那种寒冷气息 他此刻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早已分不清 是生活太残酷 还是自己太笨了 一辆机程车 停在了福氏集团的大门口 乔温和从车上下来 一脸苍白地直冲总裁办公室 电梯在十九楼停下来了 门东的一声打开了 入眼的是一风 嫂子 你来找容少的吗 他惊讶地叫着 乔温和压根不理会他 此时此刻的他 只想见芙蓉露 除了他 他不想见到任何人 更不愿意说一个字 一风不解地转过身来 看着他快速消失的背影 借着以往的经验分析 马上就有一场狂风暴雨要来临了 乔温和没有去敲门 快速地冲进去 福荣志这会儿 正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开着销售方面的会议 看到乔温和的突如其来 一脸震惊地问 你为什么跑公司来了 看到有外人在这里 他又不好意思马上发飙 可怜一直都是黑黑的 那位高管也许是看出了不对劲 立马懂事地收起了文件 福董 我明天再过来找你吧 福荣志点了点头 看着那个人离开 乔温和马上就来到他的身边质问 这只玉琢是为我准备的吗 福荣志正了正 我不是和你约定好 今天晚上说给你听的吗 我要你现在就说给我听 这是在公司啊 说话没有那么方便 晚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详细地到那里了再说 乔温和简直就是伤透了心 他咆哮着 不必了 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 你也不用对我说什么了 我不想听了 你在闹什么 他眉心紧促 你把惊心为欧阳路 准备的玉琢送给我 现在还有脸问我在这里闹什么 我还想要问你几个意思呢 说着这些话时 他的心早已痛得无法呼吸了 他气得要把玉琢拿下来 但是本来尺寸就有点小 他越心急越是没办法拿下来 可越是拿不出来 他的内心就越发地痛苦 泪水已经模糊了眼睛 但是他就是不让它掉下来 此时此刻流泪 只能代表着他没用 温和 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芙蓉智出声安抚着他 但是无论他说什么安抚的话 都是多余的 他今天中午被欧阳路嘲讽得像个哑巴 那样的委屈 他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终于那玉琢从他的手上滑下来了 乔温和气愤地甩给他 啪的一声 玉琢掉在地上了 摔得粉碎 即便你心里没有我 也不喜欢我 但是你也不可以如此看不起我 我乔温和也是有尊严的 我不需要你旧情人的礼物 倔强地吼完后 他准备离开 芙蓉智紧紧地拽住了他 温和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乔温和奋力地挣扎着离开他的控制 摇紧牙关说 你不必解释了 我一个字都不想听 你再也别想让我相信你 他快速地跑出了他的总裁办公室 强忍着的泪水最终滑落 起初他就不应该相信芙蓉智的 一开始不相信他 就不会和他有任何的交集 之后他也不会伤心的 乔温和 芙蓉智快速地追过来 乔温和马上把泪水擦掉 回过头怒吼着 你不要跟着我 他不把他的警告当回事 追上来说 给我五分钟时间 只要五分钟 不用了 我才不是欧阳露的天神呢 我不必听你说什么了 过去只要他喝得不省人事了 就死缠着他 怀里搂着的人是他 嘴里叫着温和 他都会以为他是真的爱上自己了 可是每个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呀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特别是这一刻 他非常的伤心 他用了情 可他依旧是原来的他 只不过把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朋友 让他承受着不必要的委屈 丝毫没有察觉到 他在他的内心深处 早就已经很重要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笑亭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期 在剧中饰演 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 和关注哦 第113集 你别再想着法子来骗我了 我是真的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一个字了 乔恩和非常决绝地转身离开 走了五步之后 他头都没有回忆下 痛苦无比地说着 芙蓉剑 你简直中心太过分了 夜色降临 圣诞节的夜晚 比平时越发喧嚣 乔恩和独自走在街头 望着他人的快乐 沉寂在自己的悲伤中 今天他就不应该奢望自己 可以过上一个特别的圣诞节 在他痛苦不堪的生命中 简直不应该有这样的奢望和幻想的 关镇的来电超级及时 电话接通后 他马上说了句 和和 生难快乐 关镇非常吐气地问候了一遍 接着说 心情不美丽 到天灯湖来 哥哥的怀抱为你敞开着 乔恩和呵呵地笑出声来 可是好看的眼睛 真是以雾气弥漫 乔恩和打车 朝着关镇所在的地方飞驰而去 关镇已等候多时 看到他的身影 顽慰地道 想抱抱还是借肩膀给你 统统不要 乔恩和白了他一眼 他的怀抱能借用一会儿 却不能依靠一辈子 很多年以前 他就懂得了要独立坚强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不开心啊 随意地坐在了一处石凳上 他不解地皱着眉头问 关镇笑了一下 点了点他的头说 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 只要你心情舒畅 再听到我说了一句 圣诞快乐后 肯定会立马还一句 圣诞快乐的 乔恩和看着路边 五颜六色的灯光 的确 关镇非常懂他 比芙蓉智还要懂他 芙蓉智站在黑暗处 含着一张脸直视着他 自他走后 他就紧紧地一路跟随着 而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眼看关镇的双手 搂在乔文和的肩膀上 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快速地冲过去 拽着乔文和 强势地说 跟我回去 乔文和抬眸见到芙蓉智时 惊讶不已 不过一秒就冷静下来了 他一脸怒气地抵抗着 你放手 我为什么要和你回去啊 你是我女朋友啊 你也压根都不喜欢我 我们这是什么鬼男女朋友啊 芙蓉智面露难色地看着乔文和 小声地咆哮 你别总说这句话来对我 我哪里有对你 我不跟是说了一个事实 他有意压低声音 他就非要把音量放大 你故意气我的对不对 乔文和抬起脸来 对 我恨不得把你气死在这里 要是我不把你给气死了 肯定就会被你气死的 你 乔文和牙尖嘴里 次次都可以把他气得无话可说 你究竟跟不跟我回去 只要乔文和说不跟 那就别怪他来强硬的 乔文和还没有回答 官阵就冲过来做他的坚强的后盾了 把他放开 芙蓉智的拳头挥在了官阵的脸上 他恨得牙痒痒地指着官阵说 我们之间的家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卫人来管了 官阵嘲讽的一笑 手握成拳准备回击 乔文和往中阶一站 护住了芙蓉智 他无声地警告 不可以打他 两个人的确非常有默契 官阵扬了一下眉头 无声地问着 难道就只许他打我了吗 芙蓉智不愿意在这里耗着 他把乔文和直接扛在了身上 朝着车子的方向走去 芙蓉智 你做什么 你赶紧放我下来 乔文和被突然之间扛到肩膀上 吓得大叫起来 他这次不管他说什么也不会放开他了 对于他的反抗也不理会 终于把他塞到车内去了 接着将车门也锁上了 他并非头一回坐他的车 可今天的车速是从未有过的快 车开进了芙蓉智的玫瑰园 乔文和心有不解 但沉默地不去问他 芙蓉智下车后 立马帮他打开车门 看着乔文和生气地坐着一动不动 干脆又扛到肩膀上了 你脑残吗你 你为什么把我带这里了 走进大厅 乔文和怒吼地推着他 你不是想听我说送你玉琢的原因吗 我马上就说给你听 我都告诉过你了 我不想听了 你耳朵也出问题了吗 芙蓉智怒视着他 这个时候不想听都必须听了 乔文和闷哼着 早就知道他这个人霸道 不过从来不知道 他这么满不讲理的 耳朵是他自己的 想不想听 他还能左右得了啊 你少得给你左右我的思想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难道不听我 还不可以走了吗 你走啊 你走了我就又把你扛回来 芙蓉智怒火冲天地说着 乔文和指着他咆哮着 你 你为什么要对我吼啊 我都快要被你整成个神经病了 他怒吼 乔文和突然就傻眼了 这可是头一回看到 芙蓉智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以前他不曾如此识态过的 你 你成不成精神镖 关我什么事 语气明显解弱 芙蓉智靠近他 目光冷得像千年寒冰似的 又仿佛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的确吓到他了 怯怯地倒退三步 他直逼向前 把他逼到了角落里 双手将他圈在怀里 你呀你 我究竟要怎么样对你才行 芙蓉智痛苦地合上双眼 内心不断地告诉着自己 不可以对他发火 但是最后一失败告终 重重地叹息 他缓缓地张开了眼睛 本来寒冰一片的双眼染上了热情 他再一次地靠近他 小声地说 等一下我会说给你听 我今天晚上要说的事 不过这一刻 我要立马做一件事 我克制了太久的事 前一刻乔温和还没有回过神来 芙蓉智怎么会说这种奇怪的话呢 感受到他的呼吸越来越重了 望着他的目光反常 又见到他猛地俯下身来 把他牢牢地困在墙壁和臂膀之间 他终于明白他想干嘛了 芙蓉智你听着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不过 不过今天如果再把我当成替身的话 我一定不轻饶你 他抬起脸来 压抑着内心的狂跳 吼着自己感觉很有威力的话 你是乔温和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过谁 芙蓉智非常平静地说着 一点机会都不再给他 直接抬起他的下巴 火辣的吻就这样地落下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讲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李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期 在剧中饰演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第一百一十五集 我抱的人是你 芙蓉智口齿不清地说着 乔文和呆滞了 不依不饶地接着问他 那我又是什么人啊 他转了一个身 小声地说 笨蛋 笨蛋 乔文和瞬间傻眼了 他惊讶地直视着芙蓉智的后背 看到他的双肩在颤抖时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居然被他给耍了 芙蓉智 好啊你 你压根就没睡吧你 他气愤地摇着他的肩膀 芙蓉智笑着回过头来 揉着眼睛转了转身子 我是被你吵醒的呀 那你什么时候被我吵醒的 幽深的双眼转动着 他温柔地说 你问我抱着的人是谁时啊 那是被你吵醒的呀 乔文和眉头皱了一下 捏着他的脸问 你说实话 要是你刚才睡着了的话 在你的脑海里 本能反映的会是谁啊 我 芙蓉智有心捉弄一下他 我说 赶紧说 这真不知道要怎么说呢 他叹息道 我哪有可能知道睡着的时候会说什么呢 如果我可以控制 就一句话都不会说的 乔文和有点失望地盯着他 如此一想 按过去的事情想象 他嘴里叫的人肯定会是别人 而不是他了 看到他转过身去 芙蓉智笑着靠近他 这是什么表情啊 难过了 失望了吧 他一言不发 他接着问 不会真生气了吧 他依然一言不发 这时 芙蓉智从背后还着他的腰 温柔地解释着 并不是我不愿意回答你 而我感觉用不着回答呀 你也不想一下 我如果说怀里的人是你 你肯定会觉得我有心这样说讨好你的 我如果说是欧阳路 你肯定会大发雷霆 我肯定就处于生死边缘了 乔温和的手指轻轻地颤抖了一下 感觉他说得对呀 马上说 那你今天晚上是想要对我说什么的 你非要把我吵醒 就是想知道这个吗 是你非要说给我听的呀 本来我也不准备听了的 芙蓉智一头再到床上去睡觉了 挺好的呀 本来你不准备听了 正好我也不准备说了 乔温和用力地捏着他的手 怒吼着 不可以这样啊 那我不是白白牺牲了呀 你得了便宜 就把我甩到一边去了 白白牺牲了 芙蓉智侃侃地看着他 玩味地问 你白白牺牲了什么 我都让你睡了呀 难道这不算牺牲吗 如此开放性的语言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简直就是少有啊 乔温和后悔死了 不做也做了 事实摆在眼前再来谈颜面 已经晚了 你让我睡了 我也让你给睡了呀 芙蓉智 你看我不打死你个死不要脸的老男人 他害羞地扯过一个枕头就甩向他 芙蓉智双手抱紧了他的小蛮腰 强势而完美地激怒他 为何 你沉浸在享受中的模样 比你凶的模样又人多了 尤其你那好听的交喘声 我光是想一下 全身都软了 乔温和就快要疯掉了 他的脸蛋通红一片 快速地跳到床下去 跑进了浴室里 拿了一只扫把出来 来到了床边 看着他怒吼着 幸福的 你已经彻底把我惹火了 你知道吗 姐姐现在非常的生气 后果非常严重 芙蓉智看着他手中的扫把 快速地点来点头 看起来非常的严重哦 手下留情啊 千万不要把我往死里打啊 不要想多了啊 我并非怕死之人 我不过是担心着 你年纪轻轻就没了男人 在身边陪伴 没事 我一点都不在乎 乔温和走过去 他仰起了手里的扫把 双眼紧闭 怒吼一声 芙蓉智 你去死吧你 好大的动静 扫把被折成了两半 乔温和嘴巴都合不上了 芙蓉智居然如此轻松地 把扫把给折成两半了 他看着地板上 那一分为二的扫把 慢慢地把目光转移 最后停留在了 芙蓉智的帅脸上 入眼的是他眉心紧锁 一脸阴沉 紧咬着牙关 恨不得立马把他给吃掉 姓乔的 你成功地把哥哥给惹火了 后果非常的严重 乔温和害怕地朝着后方退去 简直瞧不出来嘛 这芙蓉智真有两把刷子呀 当真是个好演员啊 居然深藏不漏 你要做什么 他一脸防备地看着一步步逼过来的芙蓉智 这还用说嘛 自然是以牙还牙了呀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呀 你还什么牙呀 芙蓉智嘲讽地一笑 如果我出手不快就死在你手上了 还说没有对我做什么 难道非要血洗房间了才算对我做了什么 乔温和退到角落里了 他誓死如归地闭上了双眼 等着男人对他的惩罚 耳边传来了一声超大的响声 乔温和大叫起来 刺耳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响起 异常地响亮 芙蓉智无奈地笑着 我的拳头打的是墙壁 你叫那么大声做什么 乔温和重重地叹息 好好的一个夜晚啊 前半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后半夜被吓得要死 这一刻他不得不收起了那尖锐的刺 乖乖地依偎在了芙蓉智的怀里 两个人都回到了床上去 乔温和躺在他手臂上一言不发 芙蓉智玩味地问 你为什么瞬间如此乖巧了 有点不自在了啊 他重重地嘘了一声 内心仍然有点害怕地直说 我当然是害怕变成扫不那样的结果呀 我没有打女人的习惯呢 更不会对你动手 芙蓉智笑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他把灯关掉了 紧紧地把乔温和搂在了怀中 在黑夜里温柔地道 我昨天想告诉你的话 其实刚才说过了 啊 你有说吗 乔温和不信地问着 当然 你都听清楚了 他亲吻着他的嘴 还想听我说一次吗 嗯 乔温和抬起脸来 满心地期待 但是这黑乎乎的 芙蓉智一点也看不到 他期待的表情 我爱上你了 他挣住了 只是为了说这个 对呀 哦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七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七 在剧中饰演 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第116集 温和 我目前不可能做到 全心全意地爱你 可我真的爱上你了 非常的爱 芙蓉智发自肺腑的表白 落入了乔温和的耳里 也挺有诚意的 他犯困地打着哈欠 道 行了 反正你爱上我了 那我呢 就把你当成是 很爱我的吧 别的不理会了 浅蓝的天空 有一点点的遗憾存在 他爱抚着 乔温和光华的肌肤 遗憾地说着 我送你的那玉琢 从买的那一刻起 我就只想送给我 最在意的人 欧阳路与我无缘 我本来觉得 我会一直爱着他 但是到现在 我不得不面对 自己的心 我无法控制 对你的爱 乔温和立马明白了 嗯 这么说来 你送我玉琢也并非 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啊 单单是只想把它送给 你最在意的人 他点着头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恋爱中的女人笨 单相思的女人 才更笨呢 他为什么要轻易 听信了欧阳路的话呢 他那种女人说的话 有可信度吗 这一刻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衰烂的东西 再也无法修复了 那你怎么不和我 解释一下呀 我一直想解释的 你不要忘记了 是你没有给我机会 乔温和有点难为情 不过他平时都是 牙尖嘴利的 这时哪怕是 知道自己错了 他都不会低头认错的 我不愿意听你说 你可以讲的呀 你强行从观众怀里 把我抢过来 扛在肩膀上的勇气呢 芙蓉智苦涩地一笑 真搞不懂 你这头脑里面 装的是些什么 你也不看看 在公司时 你是什么样子的 你一直在凶我 那个时候 我还敢对你表白吗 还敢说我爱上你了吗 乔温和沉默 他又靠近 他的耳朵来问 那会儿就算是我说了 你也不会相信哪 反而还会越发生气 是不是 晕死了 我都快要累晕了 他快速地扯开了话题 这也就意味着 他变相地承认了 有了这一晚的纠缠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 此日一早 芙蓉智再次对着乔温和说 让他去公司辞职 来服侍集团帮他的忙 两个人成为工作搭档 一开始 乔温和说什么都不同意 而且总是拿 福敏和福太太出来挡着 芙蓉智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平安地过了几天 就在乔温和 要把那些事情彻底地忘记时 他接到了销售部 萧经理的电话 乔温和不解地 走到了萧经理的办公室 萧经理也不兜圈子 直接说 温和 这段时间的工作还好吧 嗯 还不错 他苦着一张脸 哦 还不错就好 但是 萧经理有点难为情地 看了他一眼 仿佛有话要对他说 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 哦 萧经理 你有话就直说吧 乔温和冷静地看着他 萧经理重重地叹息一声 一脸难为情地说 哎呀 这段时间啊 公司的业绩下滑了 上头下达命令 要裁员 只好 乔温和 乔温和一脸惊讶地问 啊 你的意思是 我被裁掉了 本来啊 我也是不愿意的 但是 好了 不用再说了 我明白了 他还在那里说着些什么 乔温和快速地转身了 是我家男人 让你做的手脚吧 他一脸生气地问着 萧经理震惊又难为情地 瞪着眼问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有什么事不知道呢 你裁员的借口这么破 我不怀疑到他那里都难啊 公司业绩有没有下滑 他最清楚不过了 他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 从来都没有一个人 能做得超越过他 只要公司还存在 就肯定不会把他给裁掉的 乔温和了解得一清二楚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他立马想到了芙蓉智 除了他有这么大的本事 谁还能让他离开这家公司呢 之前我交给你的那份辞职书 你还留着呢吗 要不要再打一份给你啊 你再打一份啊 那个我早就毁掉了 萧经理心有不舍 眼神都不敢看向他 商场上一直是这样的 为了取得自己的利益 而不择手段 不要说是牺牲一名优秀的职员了 哪怕是乔温和这么优秀的 都没有办法 下午乔温和在电脑上 敲了一份辞职书 送给了萧经理 萧经理接到看了眼 在离职原因那里 他就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此公司不能让我发光发亮 他睁了一眼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快速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嗯 行了 那我就在这里和你说声再见咯 萧经理的能力超强的 相信不久的将来啊 你会坐到更高的位置上去的 乔温和离开之前 一脸从容的笑容 风平浪静的话 听不出半点波澜 在他拉开门走出去之间 萧经理发自内心地说了句 温和啊 只要是金子 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谢谢你啊 乔温和头都没有回一下 决然地离开了这家 他用心经营了两年多的公司 傍晚回到了福家老宅 他一脸的平静 看不出被炒掉的悲伤 和在离开公司之前一样 没有任何的反应 吃晚饭时 芙蓉智从头到尾盯着他的脸看 看他和往常没有二样 立马不受控制地问着 这段时间工作还顺利吧 乔温和内心笑着 早就知道他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还在这里装着无知问着他 不好 他怒气冲冲地说 芙蓉智正了正 关心地问着 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话的确是关心呢 不过只要用点心就一眼看得出 那目光里流露出来的全是幸灾乐祸 乔温和的脚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踩着他 内心悲伤地叫着 咱可以不要这么虚伤吗 芙蓉智一点都没有关注和他的那种默契 他或许感受到他这一脚踩下去的不开心 但是肯定不清楚他内心想表达的意思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他关心地问着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福家的人在查 乔温和恨不得端起一盘菜往他的脸上摔过去 我不做了 他快速地吐出这么几个字 罗芝英立马嘲讽道 哟 这肯定是被炒掉的 不然 为什么那么久才敢说呢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期 在剧中饰演 罗芝英 欧阳露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 和关注哦 第117集 阿姨啊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要不要搞得人尽皆知啊 乔温和讥笑地说 哼 看来 是让我猜对了是吧 罗芝英高兴地仰起了嘴角 哎呀 是啊 他笑着硬了 一点都不掩饰自己被炒掉的耻辱 芙蓉芝仰起了嘴角 仿佛思考了许久的阴谋得逞了 看着福敏说 反正温和现在失业了 正好往那儿学人 让他进公司帮帮我 福敏仿佛没听见似的 看都不看一眼侄子 更不看侄媳妇 片刻之后说了句 那么普通的职位都被炒 进公司能帮上什么忙呢 乔温和极力地控制着怒气 芙蓉芝想把他拐进福室 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只为让他被炒鱿鱼 这一刻才会被福家的人笑话 被福敏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这些都是小事 温和很机灵 只要我多带带他就可以了 芙蓉芝转过头来看着他 温和 你会用心工作的对不 反正是在征求他的意思 他不得不回答 立马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不必了 我和一家公司约好了 明天一早就过去面试 此话一出 芙蓉芝脸都变色了 罗志音见到芙蓉芝一脸的不快 讥笑地说 哼 我觉得啊 你没必要出去工作了 乖乖地待在福家 赶紧为我们福家添香火吧 乔温和内心非常渴望 拥有一个芙蓉芝的孩子 但是他不想做一个生育工具 他直视着福太太 直白地说 阿姨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 女人也不流行 待在家里生孩子了 何况啊 我们之间也只是男女朋友啊 哼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 现在的新时代女人 就可以不生孩子了吗 芙蓉皱着眉头问 芙蓉芝立马充当何事了 姑姑 你可千万不要把温和的意思 给扭曲了 她这话的意思是想说 女人可以把工作和家庭 分开来管好 这年头 哪家公司没有一个产假的 女人出去工作了 也不会影响到生孩子的 福太太怒火冲天地 对着芙蓉芝大吼 你就知道宠着她 乔温和站起来 准备回房间去 此处不是久留之地 她也搞不清楚 等一下会不会争吵起来 你不要走那么快 芙蓉芝拽着她不放 我还有话要说呢 你不要闹 她一脸不开心地怒视着她 继而又把目光 投向了福家的长辈身上 姑姑 我想得很清楚了 要让温和进服事来帮帮我 只要她做出成绩了 你们以后就要对她好 要是她做不出成绩来 我会和她分手的 芙蓉芝正在等待着长辈发话 乔温和震惊地看着她 用只有两个人 可以听得到的声音说 喂 你神经出问题了吧你 罗芝音嘲讽起来 哟 你哄我们吗 你当真舍得和她分手 她那个朋友 险些把你表妹给强了 你都没有对她 动过一下怒 如今会为了 这么一段小事情 和她分手 你就少把我和你姑姑 当成笨蛋了 面对着福太太的质疑 福民反而有些认同这个提议 她一脸严肃地看着芙蓉芝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嗯 芙蓉芝点了点头 行 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为你们定了一个期限 半年 为期半年她有一番成就 我和嫂子 以后都好好对待她 当然 只要由于她的原因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你就立马把她给赶出福家 从此一刀两断 乔文和非常愤怒地想反驳 但是芙蓉芝双手在暗处 一直紧紧地握着她 不让她说 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回到房间后 乔文和一脸怨气地坐在沙发上 芙蓉芝坐在她身边来哄着她 宝贝 为什么不开心了 你就不要在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好吗 乔文和愤怒地转过身去 不愿意搭理她 我非让你去服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呀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那样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呀 以后就会全心全意地爱上你了呀 乔文和从鼻子里闷哼着 翻着白眼说 哼 哎呀 简直就是笑话了呀 这天天睡在同一张床上 都没有爱上我 怎么白天看上几眼 就全心全意地爱上我了 芙蓉芝 你如果不爱我 你可以告诉我 你不要找这么烂的借口来甩掉我呀 芙蓉芝摇了摇头 你这样说就是不对的 我爱你的心思 福家的长辈们都看出来了 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她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温柔地哄着 你在吃饭的时候不也听见了吗 我妈都说我舍不得凶你一下 可想而知我对你有多宠爱 我那么真心实意地对你好 你要感到开心才对呀 为什么还坐在这里生闷气呢 哟 乔文和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她抬脸 翻了一个白眼说 哼 你都放话要和我分手了 我应该开心吗 芙蓉芝无奈地摸着她的脸 她叹息一声 说 唉 为什么我说了那么多好话 你就没有听到一句呢 不好的话你倒是听得挺认真的嘛 我只是说 要是你没有做出业绩来呀 可你那么有能力的人 会做不好吗 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我知道 何况公司里还有我呢 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出错呀 再说了 即便你真的做出了什么影响到公司的事情 让公司的利益受损 我都不会和你分手的 我会这样说 全是为了安抚一下那两个长辈 乔文和轻轻抬眼 突然问 你这样也太坏了吧 不觉得 你时间都不和我商量一下 自以为是的 你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负唱负随嘛 这个没有什么错的 芙蓉芝说得非常正经啊 乔文和找不到话来反驳他 不过他内心深处不愿意去拒绝 只要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会让他改变 哪怕是芙蓉芝也不行 不过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 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 还可以和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在一起工作 他真的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星期一 芙蓉芝带着乔文和踏进了服饰集团 把大家召集来开了一个会 告诉大家 从今天起 乔文和就是服饰集团里的一名职员 职位是业务副总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七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七 在剧中饰演 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看着这个长得这么漂亮的总裁女友 下面的高管都在讨论着 有些人觉得 她是总裁派过来的一个眼线 为的就是管着大家在业务上的发展 当然也有人觉得 是总裁的女友 害怕总裁被其他女人给抢走了 好好的傅太太生活不要 上公司里来监管来了 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呀 乔文和一笑而过的 嘴巴是人家的 人家想怎么说都没有关系的 她也没有必要去告诉别人 她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规规矩矩的上班两天后 乔文和被一个电话传到了总裁办 她心急如焚地闯进了总裁办公室 一点面子都不给的吼着 芙蓉智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芙蓉智从文件中扬起头来 玩味地问着 你的眼里有没有我这个总裁啊 什么总裁啊 难道你在我面前半高高在上吗 乔文和对着她翻了一个白眼 端起她办公桌上的奶茶就往嘴里倒 有点烫 想必是一封刚刚冲好就送进来的 她吹了吹气喝了一点点 叹息着 味道好好啊 比下面那些奶茶店要好喝一百倍哦 芙蓉智真拿她没有办法 站起来走到她身边 大手一身把她捞入了怀中 贴在她的耳边说 你是不是忘记这里是公司了 我们可不是待在家里的啊 我是总裁 你不过是一个业务副总 居然敢喝我的奶茶 看来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才行了 瞧我呵呵呵笑起来 你自己别说了吗 你是总裁呀 那现在啊是上班时间哦 你搂着做什么呀 上班时间你怎么可以调习职员呢 我眼里只有你 也只会调习你一个 我 芙蓉智吐出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了她的脖颈 舌头挑逗着她的耳朵 酥酥的电流在她的身上蔓延 乔文和情不自禁地轻哼着 在芙蓉智大手的游动下 她全身颤抖起来 你不要这样 让人家看你就完了 乔文和想拉开 马上就要游到她秘密花园的大手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她被她压在了办公室的沙发上 身体在她的大手下挑逗得炽热一片 放心吧 只有你敢不敲门闯进来 宝贝 你的身子可比你乖多了 芙蓉智坏坏地笑着 就算她不说出来 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强烈的欲望了 不过听到男人嘴里吐出来的话 她感觉非常的狼狈 她害羞地敲打着她的胸膛 说 你不要这样了 你没什么事 我要回去处理文件了 我忙得很呢 肯定是有事的呀 芙蓉智细心地帮她把衣服都整理好了 递给她一份文件 你先把这个看一下啊 乔文和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 这是一个收购的企划案 为什么把这个给我看啊 她不解地抬起头来 收购的那块地在海南那边 离三亚没有多远 你应该也明白 三亚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旅游之地吧 我就想着要把那块地给收购进来 然后在那里尽快地盖一个度假村 乔文和认真地听完 点了点头 可以啊 这个想法挺好的呀 就按你说的这个思路去做呗 我还有事啊 我先走了 芙蓉智快速地将她拽入了怀抱 你这么急着走干嘛呢 我的话都没有讲完 麻烦你了 你想要说过就赶紧啊 我不过是业务部的一个小小的副总 这种大决定 哪里是我可以做得了主的呀 你这样问 这是好搞笑的吗 我什么时候要你做主了 芙蓉智笑得好猥琐 紧紧地咬着她的耳垂说 我是想要告诉你 这个收购案必须我亲自出马一趟 然后必须由你陪伴 乔温和捏了一把汗水 震惊地张大嘴巴 你说什么 你到海南谈收购 单身我一切 你是业务副总呗 收购案当然也算是 公司业务范畴的一种啊 当然要你陪着一块去啊 他连连吞着唾液 你 你可以叫业务总经理陪你一道去啊 我不过是一个菜鸟哎 对公司的业务还不是很熟悉 那我去了那有什么用呢 芙蓉智摇了摇头 正因为你还没有熟悉 才必须跟着一块去啊 真正地接触到了业务 才会熟悉得快呀 但是 没有但是了 下班回去后就立马收拾一下行李 天亮后就启程 乔温和晕乎乎地走出了总裁办 他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一些话 公司里的那些人肯定要说他不放心总裁一个人出差 一定要跟着出行的 白痴都懂 总裁出门谈业务 压根儿不必带着一个业务副总啊 而且还是一个萌新菜鸟出去 乔温和默默地感叹 他不得不承认 八卦这些无处不在啊 即便只有二十个人在说着他的是非 那么他就是有五十张嘴都解释不清的 此日 他拖着行李箱随着芙蓉智一道去了海南 和他们一块去的还有一男一女 男人是义丰 女人是公关部的经理 非常强悍的女人苏丽 四个人分别坐着两台车 六个钟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汽车停到酒店门口时 车门刚被推开 立马就有四五个男人走过来帮忙提行李 客气地寒暄一番后 耳边就听到一个四十多岁男人 完卫地看着乔温和说 福总 这次过来还戴上了红颜啊 红颜在商人的心里 那可是地下情人的说法呀 乔温和哪怕不是内行人 但也能听出来那种意思啊 芙蓉智笑了笑 立马摇着头说 牧总想多了 她是我的老婆 乔温和 瘦瘦的男人 听见自己把芙蓉智的老婆 当成了小三 一张脸立马变成了猪肝色 但是大家都是混商场的 笑笑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想不到福总如此守身如玉 无谋资亏不如 其中一名年轻的小伙子 快速地硬核起来 就是啊 一般的成功男人都左拥右抱的 向来讲究的名言是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像福总这么年轻有为 还带着老婆出差 那简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呀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抢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笑亭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期 在剧中饰演 罗之音 欧阳路等配角 喜欢本剧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第119集 芙蓉智温文尔雅地笑了笑 二位就不要笑话我了 我老婆是业务副总 压根不是你们想的 带着老婆来出差 在欢笑声里 乔文和紧跟在芙蓉智的身后 踏入了酒店 晚上的饭局不是一般的热闹啊 义风向来都是一个爱说笑的人 配上了合作方的默契 整个饭桌上都是热闹又舒服的气氛 吃完饭之后 合作方又提议去夜总会玩 芙蓉智不反对 乔文和当然也不敢反对了 在那么大的夜总会里 随处都可以听到那乱吼的歌声 乔文和有些吃不消这么乱的地方 找了个理由跑出来了 简直都快要把她给憋出病来了 那包房里除了芙蓉智之外 一封怀里都抱了几个美女了 还有海南的合作方派过来的几个人 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呢 搂着那些女人用力地啃咬着 个个都很好色 乔文和不曾见过这样的场景 芙蓉智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 她只是一个刚来的菜鸟 起初她能控制自己的心情 直到看着那帮男人 坐得越来越淫荡了 她感觉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于是冲出了包房 她也无处可去 干脆就在夜总会里到处走走 大厅中央正在跳着钢管舞 她非常惊讶地站在人群外欣赏着 诧异着怎么女人的腰 能灵活到这种程度啊 乔文和在深思的时候 一抹熟悉又陌生的影子 撞入了她的眼底 她好像看见了欧阳露 不会是她眼花了吧 乔文和用力地捏了捏太阳穴 嘲讽地笑着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想到她呢 当她再次把眼神 投向了大厅中央的时候 见到了那个好身材的 钢管舞女孩子 这会儿跳得非常兴起呢 围观的人个个拍手 兴奋的叫声一个比一个大 乔文和抬起手来正准备拍 乔文和自己的手 立马被一只大手给拉住了 乔文和不解地转过身来 看到原来是芙蓉智 她轻扯了一下嘴角 为什么你也来这里了呀 你站在这里那么久了 我肯定会担心的 芙蓉智一脸认真地说着 乔文和被她脱离了狂欢的人群 朝着包房的方向走 她有点不乐意地说 可不可以不要进去了呀 为什么 那里边让人不舒服啊 芙蓉智扬了扬眉头 那里面的人吗 还是场面太过激了 一半一半哦 乔文和翻着白眼 她仰了仰嘴角 啊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芙蓉智牵着她的手 走到了夜总会的天台 站在楼顶 放眼整座城市的繁华夜景 威风轻浮 整个人都心情舒畅 待我把这个合作案拿下了 就带你去三亚这个旅游胜地 好好转转 乔文和赶紧摇起头来 啊 不必不必啊 我们说来办正事的 又不是出来玩的 就当成是我弥补你的旅游吧 三亚也是情侣旅游的好地方 她不想听从她的安排 不过看到了芙蓉智眼底的那抹坚持 她也只好随着她了 不再多说了 突然想到了之前在大厅时 眼花所看到的 乔文和漫不惊心地问 你猜一下 刚才我在大厅里看到谁了 芙蓉智转过身来 疑惑地问道 见到什么人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 我看到的那个人是欧阳露 想再看清楚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也不确定真假 欧阳露 芙蓉智惊讶地说 不会吧 她为什么来海南 乔文和笑着说 我也想不通她为什么来这里 或许 真的是我看花眼了吧 这对情侣站在天台上吹着夜风 片刻之后再次地返回到了包房 本来让人内心不安的画面 已不存在了 芙蓉智和合作方谈好了签约的时间 就定在了明天早上的十点钟 四日一早 乔文和赖在床上 芙蓉智一脸关心地走过来问 这个点了 你还没有睡够吗 我都好痛啊 她吃力地说着 一只手放在了她的额头上 感受着她的体温 也没有发烧的痕迹啊 她皱着眉头说 难道是昨天夜里在天台上吹风 吹得头痛了 是啊 或许吧 我叫一风去找个医生上来 帮你看看吧 芙蓉智掏出手机来了 乔文和快速地阻止 不必了 我睡会儿就没事了 你让一风帮我买点药上来就可以了 她叹息道 也行 你就乖乖地躺在床上睡会儿 我签约完后 立马回来陪着你 芙蓉智站起来准备离开 乔文和小手突然扯住了她的大手 怯怯地说 对不起啊 我没有办法陪你一块儿去 她宠溺了一笑 低下头来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 温柔地安抚着 没事的 宝贝乖 片刻之后 一风的药送上来了 乔文和吞下药之后 又倒回了床上继续睡了 朦朦胧胧间感觉有电话进来 她头晕晕地握着手机一看 是陌生来电 本来想接听一下时 电话突然被挂掉了 一会儿过后 她手机里传过来一条信息 那是匿名信息 让她去楼下的星巴克见面 乔文和是不准备去的 但是又有点惊讶 是什么人会在海南约她见面呢 她辗转难眠 起身换了衣服就出去了 酒店的楼下有一家星巴克 乔文和想着 大概就是在那里见面吧 她抱着好奇的心理 一步一步地靠近 眼神扫视一遍后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看到 于是随意地选择了一处 靠在门口的位置坐下 她等待着发信息的人主动找她 五分钟过后 一个娇小的身材 踩着十公分的高跟鞋 出现在了她的视线里 她仰起脸来 仔细看了看眼前的人 立马杀眼了 欧阳露 你为什么会约我啊 欧阳露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迷人的弧度 丝毫不客气地 坐在了她的对面 对着服务员笑了笑说 点杯咖啡 乔文和直视着她 不解地继续问着 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我来旅游的呀 难道不可以吗 她笑得非常自在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来海南了 约我来这里见面 你有事 欧阳露直视着自己的手指 不急不虚地挡 我昨天晚上就见到你了 不过你没看到我而已 昨天晚上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讲新收听哦 欢迎继续收听 中篇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尹 Boss别乱来 演播 林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我是主播 七月可期 在剧中饰演 罗芝英 欧阳露等配角 喜欢本剧 请记得订阅 分享和关注哦 第一百二十集 你不会说的是在夜总会吧 乔温和惊讶地看着她 对啊 你不会也看见我了吧 欧阳露假装非常吃惊 乔温和翻着白眼 哦 是看到了 不过那会儿啊 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服务员送上了甜点 瞬间安静下来 即便乔温和搞不懂欧阳露 为什么会约她出来见面 不过内心明白 她是不会安好心的 荣志怎么没有陪着你啊 欧阳露问 哦 出去忙工作了 你们打算在这里 特留几天 嗯 工作处理完吧 两个人聊着家常 突然有位素不相识的男人 靠近了 露露 她是 乔温和看了她一眼 露出了一抹微笑 朋友 你怎么也在这里喝甜品啊 欧阳露若有肆无地朝着她 眨了眨眼 那男人灰意的一笑 对啊 真是巧呀 这时 她端在手里的奶茶 不小心泼到了乔温和的衣服上 把乔温和的全身都打湿了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实在是对不起 男人大叫出声 脸上带着浓浓的内疚 哎呀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朋友的 欧阳露大惊小怪地吼着 男人只知道说对不起 乔温和一脸厌烦地说 好了好了 我先去处理一下吧 她快速地朝着洗手间跑去 欧阳露和男人脸上 马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感觉如何 有没有心动啊 直接告诉你吧 我见到她 就恨不得马上上了她 你是一点也不怕丑啊 两个人坐在这里 聊着禽兽的话题 乔温和整理好衣服 再回到桌子边上 只见欧阳露一个人坐在这里 她实在不愿意和欧阳露 单独相处下去了 哦 我还有事啊 我先走了 欧阳露这会儿一脸真诚地说 好吧 那你先走 我今天啊 就是想约你出来 说声对不起的 过去 是我太人性了 老是把你当成了眼中刺来针对 现在 看到荣志对你那么好 我也是真心地祝福你们的 乔温和不可思议地盯着她看 仿佛眼前的这个欧阳露 是她从来不认识的人 我不求你马上相信我 不过 我是真心向你道歉的 乔温和轻扯了一下嘴角 行了 我先走了 客套的功夫谁不会做呢 乔温和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轻易地相信欧阳露呢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把这杯奶茶干掉 以后就不计前嫌 和平相处吧 乔温和是一个爽快的人 立马答应了 欧阳露一脸地算计 来 跟杯 她一言而尽 乔温和也没有矫情 立马喝完转身就走 你忙得开心啊 我走了 欧阳露摇了摇手 好的 乔温和回房间的路上 感觉身后有人 不过她转身之际 又一个人影都没有 进入了房间后 乔温和立马察觉到 有点不妥了 全身都燥热一片 有了一种欲望在心底萌发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转 欲望越来越强 整个人都痛苦得快不行了 衣服都被汗水给淋湿了 脑海里也浮现出了几年前 被芙蓉置墙上的画面 那会儿的她 同样没有意识地全身是汗 难道她也中毒了 是欧阳露 乔温和痛苦地躺在床上 恨不得直接死掉 想来只有欧阳露 会在她的奶茶里下药了 不然为什么她要离开之际 还非要拖着她喝一杯呢 向来都不相信欧阳露是好人 却从来不曾想过 她会无耻到了这种地步 房间的门被人狠狠地踹开 乔温和抬着眼看过去 居然有个男人进来了 她开心地想着是芙蓉置回来了 当看清男人的脸孔时 愤恨地瞪着男人 想不到 想不到你和欧阳露 是一路人 乔温和恨得瞪大双眼 下唇都被咬破了 想不到欧阳露居然设计得如此完美 宝贝 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爱上你了 尤其是现在 我恨不得马上就 男人呼吸凌乱 碰到乔温和的身体时 全身都有电流闪过 你出去 乔温和反抗着她的触摸 但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控制住身体的浴火 恨不得立马扑倒一个男人 宝贝 你别这样啊 哥哥会好好躺爱你的 乔温和耳边传来了男人坏坏的笑声 感觉身上的衣服也在一点点的少去 乔温和的理智与要效做着对抗 她一个劲地流着眼泪 恨不得福荣志马上出现啊 那样她就可以摆脱掉这个男人了 要是她失去了清白 那么欧阳路这一次就真的得到了她想要的 宝贝 你身材真好 哥哥来了 欧阳路请过来的人真是和她一样的无耻啊 乔温和反抗地爬到了床边 把台灯给砸烂了 手里握着被摔烂的台灯扎朝着手腕划去 鲜血顿时朝着外面涌了出来 你 乔温和的举动吓到了这个陌生的男人 他不敢再继续了 乔温和咆哮着 你信不信我死在你面前 到时候你就成了杀人犯 你条件黄和也洗不清了 好好好 我错了 我走 我走 我走好吧 欧阳路找来的人也是一个孬种 他才不会为了女色而背负上了一个杀人犯的罪名呢 你立马出去 乔温和撕心裂肺地咆哮着 泪眼朦胧 男人顾不得身上只穿着底裤 便狼狈地逃出了房间 他冲出酒店 快速地上了一台蓝色的汽车 事情办好吗 欧阳路迫不及待地问着 深呼吸再深呼吸 男人开口说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倔强的女人 要发作得那么厉害 内心渴望无比 居然手都不让碰一下 欧阳路的脸马上拉下来了 火气很大 你怎么那么傻呀 难道不懂墙上吗 靠 你是没看到 那女人割脉了 死都不让我碰一下 倘若只死在我面前 你想让我当杀人犯去坐牢吗 欧阳路傻眼了 你就这么点担子啊 他和你开玩笑呢 是不是开玩笑的 我都没必要赔上自己的余生 欧阳路被这个男人气得半死 他破口大骂 这么怕死的男人还出来找女人 赶紧滚回家去待着 不要在这浪费姐姐的时间和精力了 欧阳路快速地冲进了酒店 想要去看看乔文和究竟有多倔强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专辑 每天讲新收听哦